00后跟这个80后啊 青红打得非常精彩啊 双杀了这个青红啊 两场抢十的比赛 一场是10比8 一场是10比9啊 给大家挑选一场 打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对局吧 青红八成牛批 用这个葵花的快速变咒 对手中招之后 马上接上八只女啊 好 下A直接反击 他的这个第三段葵花 慢了一点点啊 你要打快一点 但是也容易出事 慢一点的话人家下一打你 哇这个抓就有点意外了啊 616的跑抓 好这把可以的哈 跳过来马上再一次616 或者166吸的 一个抓 但必带一个无敌波没出来 但是生龙不中 继续回话 这个八成也算是很顶尖了哈 好我们看看自信的大门 嗯 天地反 只是小跳哈 然后一个反腰逼 震到 好 好这一波空防及时的很啊 预犯了对手的跳 好拿下八成 好地 哎 头上斧 选择了来拽回来 然后打逆向哈 青红也是非常知道他的意图啊 躲开了 但还是要吃篮子山了 还是可以暴气直接震了 这一波出手很果断哈 这一波出手的话也是显示出了年轻人的干劲啊 拼劲 干拼 好的 落地 拦之三 再来 逆向嘛 哎 这一波猜错了 以为还是打逆向啊 有变化 正道啊 反三 牛逼 好我们点个赞接着看哈 非常的经典精彩的对局 看看老秦头如何 来打呢 让这个大门很惊艳哈 特别是两次逆向 对吧 有时候呢是正向 有时候是逆向 防不胜防 双方开启了拉扯模式啊 都是打一些对空的安全招 有时候你看着看着 哎 他们好像不怎么进攻了 都是在抢空啊 在抢空当中再打进攻 这样的话 其实安全系数更高啊 没什么大的风险 好 葵花命中 直接 必杀 结束战斗啊 好 来 生龙 慢慢靠近 好的 这把直接赚球哈 预判对手前冲 直接砸过去哈 好 住持开来 继续退 应该说自信的千鹤风格哈 我感觉秦红还不是非常的怕他吧 好 打晕 赌奶了 赌奶了 青空其实他是尤其怕千鹤的哈 特别是一些顶级的千鹤 他会被打得很局处不安的感觉 动也不是 动也不是 好 我们看看青空这把他的大门 好招 哎 下招 下一场跳过来抓 直接被生龙打掉了啊 来自倒地 这一下 比耐心了哈 比耐心了 你看没有气的大门 好猥琐哈 冲都不敢冲了哈 一个能量闪好的出招很果断也很精准 能量闪生这个是有预判对手会跳的啊 所以说他直接出了一手头上符 能量闪生之后如果是抓的话人家就跳走了啊 你还不一定能够把他给拽下来 好 再一次头上符 再冲 哎 远距离的跑抓 一个进攻型的阵 而且可是加气的阵哈 落地再头上符优秀的责呀 厉害了 好的牛逼哈 翻回一局 好 我们点个赞记得看吧 还是非常经典啊 特别是这一次大门对大门的反杀啊 大师手法啊 大师手法 真的是大门的 顶级的 对战盛宴啊 我们再看看这把 好 下A 回到 继续跳压 哎 这个AB可以的哈 下一站A在 前A葵花打圆 这一波对对手的逆向 AB的打击也是非常的精准 好杂 连续的呜呜呜啊 啊 在那里呜呜呜呜的啊 转球 继续起身 还在转球 呜呜呜 太娴熟的手法了哈 继续这下转球就出事了 也算是一个成功的博弈啊 博到对手刚好收招 他还敢过来抓 好百合则防住 空血 好 跳远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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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 又是大門 這把能夠見到自信的大門嗎 我們看啊 好 下A抓到 跳B反搖B正到 正到之後是不會撿的 一般來說 好 剛早 直接瘦身怕被撿 很多心理活動啊這個 零零後 下A延遲抓假裝 騙招的哈 好 AB再來 然後跳B反搖B正到 然後呢 想跟大家說一下哈 大門正這個牽赫用跳D反搖B這招是最不會 最不容易失誤的哈 就是你反搖B的時候要正的時候要快一點就行了 好 被踩頭藍了 阿遠兩個年代的對決啊 這個小年輕的大門好像不慌張啊 不慌張 沒氣耶 沒氣 他也不跳啊 還在衝 好 拿下這局 關主修修 回頭丟